周济洪教练作为跳水领域的资深前辈 原本在东京奥运会前有着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他特意让全红禅参与奥运选拔 初衷是希望这位新星能够作为陈玉希的陪衬 为陈玉希的夺冠之路增添一份保障 然而命运的捉弄往往出人意料 全红禅不仅没有被埋没 反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 成功抢走了冠军 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让周教练的初衷彻底颠覆 全红禅的崛起 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启蒙教练郭毅 在全红禅10岁参加省选拔赛落选后 郭毅教练并没有放弃 而是将他的训练视频精心制作 并通过各种途径推荐给更高一级的教练 正是郭毅教练的坚持和不懈努力 让全红禅有了再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进入省队后 全红禅遇到了陈明华教练和何维仪教练 在两位教练的悉心指导下 全红禅的跳水技艺得到了迅速提升 尤其是何维仪教练 他独具慧眼 看出了全红禅的潜力和天赋 并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机会 在何维仪教练的培养下 全红禅逐渐展露头角 成为跳水界的新星 东京奥运会前 周继红教练面临一个难题 如何确保陈玉希稳夺奥运冠军 他选择了让全红禅作为陪衬 希望借助全红禅的实力和潜力 为陈玉希制造一些压力 然而全红禅并没有按照周教练的剧本走 他以惊人的表现抢走了冠军 让周教练的计划落空 尽管周继红教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 但全红禅的崛起 却是他最大的意外收获 全红禅的成功 不仅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荣誉 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和尊重 在奥运会夺冠后 全红禅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他依然保持着谦虚和努力的态度 继续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在这个过程中全红禅除了要感谢周继红教练 郭毅教练 陈明华教练和何维仪教练外 还要感谢所有支持和关心他的人 正是这些人的鼓励和支持 让全红禅在面临困难和挑战时 能够勇往直前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直到全红禅在奥运会夺冠 周继红才发现自己弄巧成拙 但以为时已晚 就赶忙跑过去安慰陈玉希 而忽略了在旁边夺得奥运冠军的全红禅 直到这时 人们才明白当初周主任力挺全红禅的真正目的 原本只是想让全红禅给陈玉希当个陪衬 谁知这个全红禅不讲武德 硬生生将陪衬变成主角 不仅抢走了冠军 还成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因此周继红在后来接受采访时 评价全红禅 可能他今天是奥运冠军 没准再有一个月 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虽然我们不明白周主任讲之话的含义 但从之后的一些事件中 我们又好像从中发现了什么 再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